欢迎收看7月1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交通部公路局与客家委员会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 合办的幸福公路与客家主题巡展 继台北厂后7月份来到了花莲 特别以台九县为主题 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7栋开放参观 其中金龙号与金马号客车浮雕 也首次在花莲相会 期盼透过怀旧主题吸引游客造访花莲 金龙号与金马号客车浮雕 首次在花莲相会 一张张老照片及故事强 带领观者穿越时空 回到记忆中的60年代 这是交通部公路局与客家委员会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合办的 幸福公路与客家主题巡展 继台北厂后7月份来到花莲 特别是以台九县为主题 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7栋开放参观 客家族群从历史到现在 也透过公路从台三县到台九县 做一个人生的转运 那我们因为有这样一个非常宏大的故事 所以我们就特别办一个展 从台北展完之后就移到花莲 那这个展有几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我们让已经60年没有一起见面的金龙号 金马号一起在花莲相见 因为这时候的花莲需要龙马精神 让我们来继续再往前走 第二个亮点我们把所有花莲在地 行政以及教育 我们的经济方面的非常杰出的人才 我们透过这个展把它勾勒出来 也让它的故事能够让大家知道 4月份强政过后 公路局除了在第一时间挺进灾区连夜抢通 这次更希望能透过巡回特展 成为重启花莲旅游计划的第一站 以怀旧主题吸引更多游客造访花莲 而这项展棋从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可以把握机会 前往文创园区参观欣赏 记者 徐立琴 花莲视报导